主料,香蕉两根,大米200克,辅料,水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锅中放入清水,把大米洗干净,把大米放入锅中慢火煮,大概20分钟大米就煮熟了,两根大大的香蕉,把香蕉去皮,把香蕉切成圆端,把香蕉断放到锅中,用勺子推一下,让香蕉均匀的散开, 继续慢火煮6分钟左右就煮好了,盛到碗中可以享受美食了,烹饪技巧,记得香蕉扒皮不要太早否则香蕉就会变黑不好看了,煮香蕉的时间不用太长太长,就变得太软了一般5分钟左右就合适了,把香蕉切成大大的段,也不要太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